念佛的時候 一直用法師所教授的方法 創造念佛的音聲再聽回去 但是我每一句佛話都必須要 觀想阿彌陀佛的容貌 觀想佛陀的眼睛、鼻子、嘴巴 這樣我才能專注 否則的話我心就會想別的事情 請法師開始 這樣念佛方法是否正確 這樣方法不正確 你要聽聲音 而不是觀想 你剛開始你不要怕妄想 你不要因為妄想多而改變你的方法 你應該面對妄想 就是說 當然你最好有點乙觀阿 你觀想妄想本來就沒有 這個妄想阿 它勢力很大 你先把它的根拔掉 諸位你們知道妄想為什麼那麼大的勢力 你們知道嗎 為什麼他告訴你說 你要去吃什麼東西 你就一定要聽他的 你知道妄想勢力為什麼那麼大 知不知道嗎 對啊 因為你給他力量 對啊 妄想是沒有跟著 欸 妄想的力量是你給他的 你說的算了 你說的算了 你現在搞到自己很被動阿 你看看 你不隨順他 你看他一次良事就沒有死你了 你試試看 我們現在本來是主人 弄到自己變成 好像是快要被妄想趕出去一樣 我們現在被妄想逼得都走投無路了 其實你現在這樣上穩腳步阿 我真如本性說了算 你不隨他轉 所以妄想你要觀想 妄想最怕 你回觀緩照 他只會用假象來欺騙我們 妄想在那個經理裡面 你只要問一句話就好了 你從什麼地方來 他就完了 他沒有根嘛 要不然怎麼叫虛妄的想像呢 他是這種虛妄的想像 所以 你對視妄想 你要用正確的方法 你不要自己創造一個不正確的方法 去對視妄想 這樣不對阿 你觀想佛陀的嘴巴 你要創造一個妄想出來 不對阿 聽聲音 就只有聲音 如果你覺得聽聲音不夠 你可以做理觀 你可以觀想一下 我本來沒有妄想 我幹嘛要跟著你走 然後妄想的身體就慢慢薄落了 然後你在堅持佛號 觀想我是業障凡夫 我離開這個佛號我就完了 假想你跟著皈依 慢慢慢慢的 妄想就掉臉了 妄想他最怕的是 第一個理觀的智慧 第二個你的堅持 你堅持佛號 你一定要堅持 不能念到他念 不能鑽 要他鑽 所以你的方法要正確 怎麼去控制打坐時候的氣動 你就告訴你自己 不要動 不要太隨順他 你如果說你能夠控制得住 就控制 控制不住你就別管他 讓他自己去動 他會自我調整 他這個氣脈在調整你的身體 弟子已經念佛多年 已能無念而念 有有人對我說 他夢見我身在天道 弟子很害怕 因為弟子只想求真進度 而不是天道 其實你不用害怕 你看你的心情 他夢到什麼是他的事情 人生是你說的算 他如果夢到你到進度去 你就到進度去 你如果有升天的想法 你就自己調整 如果你沒有升天的想法 別的夢到什麼 跟你沒有關係 所以你自己的心態 是最重要的 請問師父 修淨土的行者 做禪修 以佛號對我所萬禁以萬 是否也應該以身受心法 當所願禁 如果可以 那麼 跟小鎮的信念處的行程 有什麼區別 小鎮修試煉處 他是以他為 究竟 我們是把他當作 工具 一死的對峙 這樣講好了 目標不一樣 目標不一樣 他修試煉處 他是要去向偏空裂盤 我們修試煉處 我們是想要往生進度的 動機不同 結果不同 同樣的方法 那麼因為心態目標的不同 操作起來 結果就不一樣 弟子剛受的菩薩戒 不小心在無意中說了忘語 請師父可否受重受 或者懺悔 如果你講的是小忘語 那就不一定要重受 懺悔就好了 應該有懺悔方法 又食物當中常常不自覺吃的雞蛋 又吃肉煸菜 吃肉煸菜不好 吃久了煸菜煸的肉 吃肉是很嚴重 這個要小心 所有的夜 進度中殺夜最可怕 他不會放過你的 你快應光大師說 不管有沒有受菩薩戒 吃素 他把吃素當作根本中結 如果你希望你臨終的時候 不要太多人來障礙你 我建議你真的吃素 你如果真的 因為我臨終無障礙 尤其咱們中國人 什麼都吃 天上飛的 地下跑的 四隻腳的 都吃了 這個吃素更重要 我覺得中國人吃素更重要 所以你不吃素 你吃眾生的肉 在嫩人禁止的時候 你吃眾生的肉有兩種情況 兩種情況 你說不是我殺的 如果是你殺的 那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命在肉在 兩個都有 如果不是你殺的 你欠他肉在 即便他不是因你而死 他也沒有說要把肉給你吃 對不對 所以你殺他 在吃他的肉 你欠他兩個東西 命在肉在 你就很難跑掉了 那麼你如果沒有殺他 你起碼欠他肉在 為什麼吃素那麼重要 因為你一天要吃三餐 這個累積的業力太強了 這個業一天要照三次 所以我希望你想一想 所以我希望你想一想 你有需要把自己的臨中 弄得這麼多複雜的障礙嗎 所以這個眾生都不能吃 不能吃喔 如果已知道身體已經敗壞嚴重 雖不是立即會死亡 但想求往生 開始不進食不看醫生 算自殺行為嗎 這個不過程自殺 你這個是 當然有一個條件 就是說醫生判定已經醫療無效了 你可以選擇不吃東西 你也可以選擇不插管 因為我可以不救保我自己 但是這個不算傷身 這個叫做順其自然 殺身就是說你用一個外力 比方說你是要 比方說你打什麼針 讓身體提前接觸 就叫殺身 但是我什麼都沒有做 這個不能叫殺身 而進途中本來也是這樣子 你本來就不能夠 你要看當然你要看情況 你的小病就在那個地方等死也不行 就是說醫生的判定 已經醫療無效了 這個叫做好準備 醫生說的不是我們說的 醫生說醫療無效了 請問師父 唱尾不要在臨終那一刻 那麼阿瑟斯王的唱尾在臨終之前 的那一刻 阿瑟斯王是在臨終之前唱尾 但不是在臨終那一唱 他在死亡之前 後來懺悔 因為阿瑟斯王不是跟提伯達多嗎 兩個結合起來嗎 阿瑟斯王害父親做新王 提伯達多害佛陀做新佛 兩個人都造了歷罪 臨終的時候 臨終關懷是這樣 如果你是修淨土的 那我們就讓你意念佛陀 如果他不是修淨土的 就意念善業 隨善往生善土 讓他把他的善的這一塊 調動起來 因為他意念他的善業 他就容易產生善念 所以臨終開導就是說 他如果修淨土的 那你二話不說 讓他驗靈娑婆 星球級的把佛號提起來 如果他根本不想修淨土 那你就把他過去所造的善事 重複告訴他一下 讓他意念善業 也可以 但臨終的時候 不能意念自己的罪業 這樣子你容易墮落 容易墮落 所以臨終的時候 要做正面的思考 做正面的思考 很重要 非常好